俄罗斯地跨亚欧两大洲 面积达1710万平方公里 约为地球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 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总统普京2014年7月签署法令 把原来全国划分的9个时区 恢复到适用11个时区的标准时间 然而当我们将视角转向法国时 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理现象 法国本土面积为55万1500平方公里 横跨两个时区 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 但法国海外领土遍布全球 包括位于南美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多个岛屿和地区 以1169万1000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 雄居世界第一 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领土 使得法国的时区覆盖范围扩展到了12个 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事件段 从而超越俄罗斯成为了全球跨越时区最多的国家 法国的海外领土为法国带来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 这些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为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场所 同时 这些领土上的居民作为法国公民 享受着与法国本土居民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也丰富了法国的多元文化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